康拉兆 极限江战 我现在还在阿里地区 这里白天的温度还是挺高的 特别在太阳底下 但如果到晚上就会到零下 现在像上海地区都还有20多度 福建上海都有20多度 但这里已经是 就是不秋不冬的这种感觉 我们今天这几年继续 跟一下时事 就是川普现在得了新冠 现在情况似乎有一点恶化的这个感觉 但是川普他自己本人 我刚刚看了BBC一篇文章 他不停地重复说 这个病毒是来自于中国的 因为这个病毒 现在还威胁了他的健康 这会让北京感到nervous 那这个问题我们应该怎么看 就是这个病毒到底 美国对中国责怪有多深 就是我们知道 如果说你要怪一个人 你得要有抓手 是你害我的 你是怎么害我的 而且要有证据 证据似乎越确凿 那么这个仇恨就越深 一般是这样的 但是的话 我们知道有些事情 可能他的真相不是很好找 比如我们举个例子 说有一个电影 黑正明拍的叫罗生门 那这个片子 大家可以自己去看 就是这个事情的真相 到底是怎么样的 实际上每个人看的角度是不一样 对不对 就是这个有没有事实 有事实 但是每个人看的这个角度不一样之后 导致其实这个事实 就看的这个不一样了 它不是一个事情 就是就像蛮人摸象一样 它不是一个固定的角度 何况还有一个问题 就是我们人是有时候喜欢用 从结果倒推来分析问题 我经常也会从这个角度来分析问题 就从结果倒推 我们知道1936年12月12日 发生了西洋事变 那西洋事变的结果是什么呢 结果是张学良跟杨虎成 他们两个人发动了兵舰 导致了国民党实际上很被动 就导致整个党派很被动 而最后的结果是什么 18年49年的时候 国民党逃往台湾 就在大陆失败 那我们这个问题这么看 张学良当年网上发生了什么 这个事实是什么 我们其实有能追究 但是可能也不是那么重要 因为最后的结果是什么 国民党失败 对不对 所以从这一点的话 后面蒋介石就非常的恨张学良 到了台湾之后 就把张学良给关起来 差不多光到死 就从结果来讲 如果当时不是你这样做的话 可能共产党就没有机会 因为36年的时候 我相信中共应该是非常非常弱小 对不对 实际上到45年之后 中共才强大起来 通过几场著名的战役 才真正的强大起来 所以那是一次重大的转折 好 但如果说这个事情发生了之后 国民党仍然当政了 张学良还会被关吗 我相信不会 你反倒是当时利用了另一个小党派 然后共同把日本给驱逐出去 最后政权仍然在我国民党手上 对不对 那从这个角度来讲的话 张学良还算是立功了 对不对 所以我们从结果倒推的时候 那天西洋事变往上发生了什么 张学良你的用心到底是好还是坏 根本就不重要 因为结果就是我国民党 失败 对不对 好 那我们先回到这个病毒问题上面来说 那病毒问题是什么呢 现在我觉得比较大的抓手就是 因为当时武汉是有封城的 应该是1月23号 我印象很深 因为我当时就在现场 封城之后 它是有封阶段的 刚开始还是可以出去买菜 我记得我2月初的时候 年初的时候 我还到了加勒夫沃尔玛 去大采购了 买了很多牛肉 但是我们知道在那段时间里面 国际航班有没有说彻底封禁呢 彻底没有呢 好似乎很多国际航班还在走 特别是美国方向 好 那这个角度的话 我们就来分析一下 这个问题是不是中国故意要这么做 这里的话我就提到一个 最近经常说的词叫作弊散光 就是我坐着上面 看着这个事情发生 或者说它不发生 只要是我的朋友 我的熟人 我的联盟 盟友 那我就让他往好方向上走 我就不管 但如果说是 对这个对手 竞争对手是有好的 那我可能就是 有坏事朝他发生的时候 我也不管 就有时候他就冲了一种不管的状态 所以说 你这个飞机 我国内是必须要管的 不管的话 这个病毒就扩散了 因为是春雨 对不对 但如果国际航班 我有必要这个样子去管吗 搞不好的话 还引起一些国际纠纷 对不对 那我干脆就不管 你们爱咋地咋地 你们想怎么控制 怎么控制 这个 从这个角度来讲 确实是有这个可能 就是说 美国说的这种 是中国陷害 中国策划 我现在能找到的这个抓手 就是这一点 但从其他几个 就很暗黑的角度 比如说这个病毒 是不是从实验室里出来的 假如从实验室里出来 又有分两种 一种是故意做出来 对不对 然后故意做出来 还有分几种 你是不是故意 做出来之后又放出来了 甚至更严厉的指控 就是你做出来之后 还放出来 而且你还有指向性地放出来 往一个特定的国家 特定的区域就放出来 但这个的话 我就没有看到 有没有 就是非常官方 非常学术的 这个说法 是中国有这么在做 那这个当然是海外在说 那国内的话 反而在说 这个病毒 是不是说来自于美国 特别是武汉地区 因为之前有个军运会 这个武汉人的立场来看 这个当时又发生了什么什么 又有几个军人怎么样怎么样 但这个事情 就是这一笼统的事情 我们根本就没有办法去 找到到底是怎么发生的 因为我们可以再举个例子 因为这个病毒 基因改造 其实是非常非常简单的一个技术 就是刚才说 有没有从 可能从实验室出来 对不对 简单到一个什么程度呢 前两年的时候 深圳有一个副教授 应该是姓葵吧 副教授 他改造了人的基因 但这个事情 他后来是被撤职了 好像还被关了 现在是被判刑了 科学界当时对他这个做法 是非常反感 为什么 因为基因改造 就哪怕到哺乳动物 到人身上 最高阶的我们人身上 已经是一个很简单的事情 就很多实验室都可以做 一个很普通的 科学家 就能够做这个事情 很普通的实验室 就能做这个事情 而这是高等多物 但如果是病毒呢 实际上就我了解 很多学生物 学医学的人 他们跟我说 这个东西只要一个小团队 两三个人 三四个人 在一个小实验室里面 就能够做出来 就是这个病毒 就有可能从这些事 所以从这个角度来讲的话 它也是有这个可能 但是我们这个世界 是没有人会知道这个真相 因为你这几个人 如果做出来 你敢说吗 对不对 你敢说吗 所以这个世界 是没有真相 七十多亿人 可能就只有几个人知道 这几个人 在地球的哪一个位置 我们根本就不知道 那这个是最底层的事实 对不对 这个是真的事实 但这个事实的话 因为我们不知道 它就扩散出来 其他的事实 因为这个东西的话 它是不是从实验室里出来 那么只有一小部分人 可能真的知道 比如说最高阶的政客 他可能真的知道 可能这个东西 是从实验室里偶发的 突然间泄露出来 或者说他在研究 某个方向病毒的时候 不小心把这个给做出来 而且不小心放出来 或者说 他可能知道 这个地方就来自于 我们这个国家 但是我们不知道 它是来自于哪个实验室 你连查都不好查 这也是一个事实 对不对 这个事实又要从这个角度 所以我 当我刚才这么说的话 就没有具体指中国 还美国 甚至其他国家的 这个病毒实验室 对吧 所以说这个问题的话 就是最后扩散成 它变成一个 最底层的事实 知道人极少 甚至说这个事实 就不 当然如果 我这个假设 是从实验室出来了 但如果说 你慢慢放大的话 这个事实变得很乱 很大 就原来是一只小蚂蚁 最后变成这个 事实是一个很小的小蚂蚁 最后变成了一个很大的大象 当每个人看的地方 不一样的时候 一旦从自己的利益角度出发 就得到不一样 就像我刚刚说的 那武汉人觉得这个病毒 还是从美国来的 那美国的话 现在是什么情况 死了20万人 700个万人干了 现在连总统自己都干了 那受伤最重的 这个世界是谁 地位下降最快是谁 当然是美国 那如果我们从结果倒推 就刚刚说了张飞梁这个例子 我们从结果一倒推的话 那谁放的错 那当然是中国放的错 所以从这个角度的话 就是你要想 美国不责怪中国 这几乎已经是不可能的事情 这个我相信 不管是国内还是国 不管是这个世界上 哪个角落的人 都得理解 都要理解这一点 因为从结果来倒推 就是这么一个结果 就是这个事情 就是来自于中国 好 我这里说的有点乱了 我稍微总结一下 就是我们刚刚也说了 这个罗生门的事情 这个事件的真相 本身第一 有时候它不重要 因为你有利益站位就够了 第二 每一个群体你看过去的时候 就要得到的结果 有时候可以完全是相反 然后 我又举了一个例子 就是张学良这个例子 就是从结果倒推 如果从结果倒推 你张学良对国民党伤害最大 导致了国民党的失败 那我当然要把你帮起来 对不对 但如果国民党他是赢的呢 还在大陆执政呢 那张学良是有立功的 如果说这片国土都被日本人占领了 你国民党何来的政权 那当然是占据良是立功 从结果上来说 从结果上来说 我们刚刚就说到这个病毒 就是它这个事实是什么 是不是从实验室出来的 还是说自然界发生的 当然我倾向于自然界发生的 因为这个YouTube上 包括各个猜测特别特别的多 这些也不重要 是不是实验室出来 这根本就不重要 重要是从结果倒推来讲 美国受伤最重 对不对 而且中国肯定或多或少 因为本身之前就是战略对手 有作弊上攻的这个态度 那么状态 我不可能我自家事没做完 先帮你处理 对不对 这个肯定是有这个 那美国肯定是把这个作为大抓手 这是我们其实也是 这大半年来关于病毒的 我觉得我这种理解角度 可以可能可以帮助一下大家 好 那我们再聚焦一个新的 现在这个情况 就是川普他现在 到底对中国的这个仇恨会有多深 就比如说 因为他这个东西 其实说起来也像一个大号的感冒一样 就是年纪大的人容易出问题 肥胖的人容易出问题 这两个因素 川普现在都有 这两个因素他都有 就一旦出了问题 然后他又 比如说死里逃生 他一旦痊愈 那当然我们可以认为是死里逃生 因为74岁 对 那这个事情就有 就我之前说 他跟拜登的差别在哪里 他就可以利用这种事件 做出更随机的判断跟报复 那这个的话 就是中美光信门上了一个新的阴影 这个新的阴影的话 就是我们刚刚说的 你没有办法说 我这个时候再去找事实是怎么样的 是智囊机还是实验室 实验室又是意外 还是说故意 这个又没办法 你只能直接就从结果上 结果是我自己发号司令人 我都受这么大的伤 那我可能不好意思 那这个 在这段时间 大选的时候 如果说在 拜登领先的情况下 他就有可能做出更加随机的事件 比如说台海方向的军事 比如说南海方向的军事 这个是 我想这个可能是对中国 现在一个比较大的紧张点 就我刚看那篇文章 他其实 我觉得他分析还没有这么细 就没有我这么细致 好 那我们这起内容就聊到这里吧 感谢大家收看